第三,三題 力宏在冰島的上空看到難得一見的北極海鸚鵡 算是冰島的國鳥 白白的臉配上鮮豔的鳥會 雖然像鸚鵡,身體卻圓滾滾的像鴿子和企鵝 力宏想判斷北極海鸚鵡飛了多高 於是拿出脫裏切粒裝置 將飾管倒立於水槽中 已知當時大氣壓力為76公分拱柱高 結果如幼土 試問力宏用已知的氣壓觀念 下列正確則有哪一些 甲C點接近真空狀態 乙C點不真空且ABC3點中C點壓力最小 丙C點不真空且ABC3點中C點壓力最大 丁C點不真空且C點壓力為每平方公分957.6克重 5C點不真空 至少要高出B點所在的液面12公尺 然後我們看得到我們老師教的聯通管原理相聯通的同一個液體同一個水面上壓力必相同 所以這個的我們的壓力跟這個壓力是一樣的 這裡承受的是一個大氣壓 那麼所以這個B點的壓力也是一個大氣壓 那我們的A的壓力就是有一個大氣壓再加上這一段的水壓 那麼這裡面的B點壓力就是這一段的水壓加C的壓力 所以C的壓力加76公分的水柱會等於B的壓力 所以C的壓力小於B 那B的壓力又小於A 所以我們就發現第一個C點沒有真空它是有壓力的 同時這三個當中我們的C點壓力是最小的 所以我們的乙的敘述是對的 那同時我們這個C的壓力會有多大呢 那我們C的壓力加上我們的水柱76 乘以我們的B度1就是我們的水壓 會有等於一個大氣壓76公分拱柱高 就是每平方公分1033.6 每平方公分克重 所以呢C的壓力就是1033.6 減掉76也就是957.6 所以呢選丁的敘述也是對的 那物的敘述說要真空的水柱要高於B點壓力12公尺 我們的76公分拱柱的水壓只能夠把水壓上去1033.6公分 大概10公尺沒有到12公尺 所以呢物的敘述是錯的 所以第33題問我們說哪個些敘述是對的 我們答案選的是B 乙丁 可以 可以 谢谢观看